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現在說健康就是財富 我知道 不過年輕人不一定聽得到 剛才年輕時就哭學 就是年輕嘛 什麼都拿來好 所以比較耐操、耐吞 現在如果稍微悶就知道 如果要吞一下就要休息一下 而且就要吃、注重、要吃 要稍微運動 因為不管你怎麼樣 健康是最重要的 健康如果夠好 我們要四處跑跑跑 不才有辦法 好 現在我們知道 如何補充我們的健康 而且我們自己 常常朋友走下去走走 這也很好的紓壓 好,今天有... 專家來跟我們分享 最最新、最最好 是台灣之光的東西 來補充我們 某一部分的可能 不去注意就有營養 好,請到這一位呢 好 我覺得他很可愛 歌又會唱 不過雖然說話 是他們稍稍很會唱歌 他有一個害怕的事情 什麼事情 等一下請他分享一下 我們來歡迎秀琴 哈囉,大家好 對啊 健康活力有訣竅 我要當個健康美魔女 他是可以 但是他就是有弱的一點 待會兒跟大家分享 什麼弱的一點 待會兒就要出現在他眼前 另外這位 他懂得非常多 就是我們醫藥記者 洪素卿 大家好 健康方法其實就強在生活裡 只是如何落實呢 今天要教大家知道 這很重要 生活裡頭我們怎麼落實 看節目就是有一點點提示 請到這一位 他實在很厭惡 因為他一個好處就是什麼 他都知道的東西 他都特別去研究 連累跟好朋友分享 我們說到補禮的節目中 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健康達人 吳榮佑先生 各位大家好 維持健康 如何、怎麼吃好的營養補充品 今天要告訴你 對 因為吃到跟吃不到差很多 差很多 吃不到的營養補充品 怎麼吃到 健康的滿分 好,我們要講說 保養的方式 你的保養方式是什麼 冷淡保 小酌一下 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大概就是人生最巔峰的時候 胖到六十幾公斤 老公也胖到一百多公斤 對 甚至有三高的問題 對,然後兩個在家 就是你看我看 太放鬆了 對 就覺得說 再這樣下去 真的是健康 真的會亮紅燈 而且小孩還小 真的沒辦法 後來我們就擬了 就是 對 我們的減肥計畫 第一招 當然就是每天早上要 對 然後裡面 當然就是會有 深蹲 核心肌群 然後再來是一些 有氧的運動 這樣 兩個就這樣子 對 因為老公他以前就是運動員 他其實會自己安排一下 課程這樣 再來就是改善 改變我們的飲食習慣 像 早餐就一定要吃 不然就是以前都是過中午 然後都隨便吃 對 我們可能就是搭配 早餐水果 然後可能就是喝豆漿牛奶 盡量少跟朋友聚會 還就是少聚餐 對 然後再來第四個就是 對,就是喝酒 其實酒的熱量是真的非常高 對,以前就是牛飲狂飲 現在就用 就是品酒的方式 現在就小酌一下 小酌 可是通常一不小酌 一不小心就變豪飲 我跟你講,真的 鳳姐,真的 但是後來我們這樣持之以恆之後 身材我跟老公 真的就瘦下來之後 體重都變輕 然後健康也都在... 就是標準 在標準之內這樣子 很好 對,然後夫妻之間 就是互看對方也是很順眼 對 對,然後也很... 就是更真型彼此這樣子 對 那肅清 好像... 我看他樣子 他是不太想運動 我不太想運動 還不錯哦 最近聽說以後有在運動 有 我跟你講 我以前的保養方式 就是美鳳姐跟他講 寇舌 什麼叫寇舌 因為你就覺得... 年輕就是本期 然後只要不就要去檢查 就沒事嘛 對不對 真的 就沒事 直到有一次 我就去我同學的醫院 他們那裡參觀 你說檢查 他說 你來我們醫院 好像也沒什麼東西送你 本來沒有什麼產品 不然幫你做一個超音波好了 然後他就幫我做 做這種話說 你知不知道你有 然後他就跟我說 看樣子你那個尺寸還小 一個是0.2乘以0.3 一個是0.1乘以0.2 很小 然後他說你做一件事 我後來發現 我們這個行業像記者 因為常常有時候 一忙起來就不喝水 他忘記 然後所以不喝水 加上可能又有時候會 常常在冷氣房 蒸氣都... 汗都從... 一直流失 所以就濃縮尿液嘛 所以他就跟我說 你就做一件事喝水 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最好的 保養的方式就是喝水 我認真喝水之後 我之前才再去做一次 腎臟超音波 它不見了 就不見了 他自己把它排掉了 恭喜 真的,來 都喝水 每次都喝水 真的 達人要來跟我們分享 喝水 喝水也要有技巧 也不能喝過多 再來 水 是什麼水 鹼性的水 或者是有沒有所謂的... 像日本現在很流行 水素的水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台灣近幾年 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慢性疾病 特別的恐怖 癌症比例 我們可以已經是全世界 以人口比例來算是居管的 糖尿病也是 包括像洗腎也是 我們都比別人厲害 是因為飲食的觀念 出了問題 台灣又喜歡吃 高溫熱炒的東西 這時候我們飲食 就會更容易產生 大量的自由基 這些自由基 讓你慢性疾病增加 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排除 就喝水排除 還有什麼 喝水當然是第一個 當然要補充 SOD這個名字 其實有時候你問我 我才忘記 它叫作 超氧化物企劃美 輸藥的東西再給我... 你不用記得這個東西 就是要 抗氧化 要高抗氧化物 這樣就聽到 要抗氧化 就簡稱叫SOD SOD它就像一個好的警察 自由基 像秀卿姐先生 他是運動員 運動員 它會 對 過度運動不是好事 所以我有有氧運動 放鬆 你的心靈放鬆 你的身體放鬆 然後一切都要讓它慢下來 才能產生對身體的細胞 是一個誘導的好處 它也是一個營養劑 所以在有一個博士 要養定義博士 他們就有一套邏輯 就是說 當你要休息的時候 記得要感謝你的身體 他今天陪你走了一天 他陪你忙了多少事情 然後今天完成什麼 你要感謝他 他會反饋給你 讓你的身體能夠好好休息 好,我們這樣整體看起來 我們台灣人比較會常有一些 健康的問題有哪幾樣 我們來研究一下 分享一下 研究一下,這個就這個了 長期營養不均衡的 三餐也是不固定的 我有常講 一個便當裡面就三種菜 也是啦 但是營養師 他們都說一定要 而且不是五種而已 是要五個顏色的蔬果 對 然後每一餐要跟拳頭一樣大 有啦,雞腿比拳頭大 排骨比拳頭大 拚拚的人還大 所以都是 然後營養不均衡 該吃的時候沒有吃 早餐不吃 然後中餐可能又忘了吃 很晚才吃 結果晚餐 暴飲暴食的吃 要把它吃 因為早餐兩餐都沒吃 還有運動量不夠的 然後因為現在人大約忙碌 所以你根本沒時間 所以導師會建議 在你晚上如果洗完澡的時候 就稍微走個十分鐘 走路走個十分鐘 有氧、放鬆 其實會非常好 慢走 然後生活壓力過大的時候 自己要能夠懂得 找一些生活方式 包括像朋友聚聚 也是個舒緩 或者就是要靜下來 讓自己的心靈 然後慢慢的聽一些清音樂 也都可以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一些 才能慢慢改變你的身體 台灣人很好笑 他們都常常看著邊 看著紅色 因為這樣我要改變 我要改變生活 我開始要去運動 要去散步 其實都不對 其實這都已經 沒有回頭路了 像我常常講 扛尿病 它是唯一沒有回頭路的 一死人就丟了 再來就是洗身 癌症有沒有回頭路 其實也沒有回頭路 中風也沒有回頭路 這次都是飲食造成的 過度肥胖 過度痠心的物質所造成的 如果對著 不用想要回去 一輩子就是一個不健康的人 我個人覺得是年輕當然是有本錢 可是又發現年輕慢慢有的時候 我不吃甜的東西 而且你不要以為年輕就有本錢 是哦 現在很多台灣年輕人 就沒本錢 因為剛剛 吳總有在提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那個 對 之前有一個女生才二十二歲 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非常忙碌 所以他最喜歡吃 就是比如說麵包 就啃一個 單單片爆 吐司 然後就這樣子 隨便嗑一下 他說隨便嗑 然後後來想說 有一陣子突然間覺得說 那一段時間 體重反而沒有再增加 他覺得還滿好的 然後整個人開始 有時候常常口渴 又尿尿很多 結果一去檢查才發現 那個時候血糖已經飆到 餐前血糖空腹 一百十幾 然後糖化血色素 不是正常的 應該要在六以六點五左右 它已經九點多了 然後醫師說 你不知道你已經糖尿病了嗎 二十二歲 所以我就說 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本錢了 因為你知道嗎 當我們剛才做那些事情的時候 剛才就會說 它會產生一個東西叫作 自由基跟我們身體有幾個東西 跟癌症有很大的相關 為什麼 自由基我喜歡說它很像什麼 人家會不會說 如果有一個女生很漂亮的時候 走過去有時候不小心就會 不小心可能搶了別人 或有一個男生很帥的時候 走出去就不小心搶了別人的太太 怎麼說呢 因為自由基它是一個帶的 一個單獨電的離子 然後它不小心它就會 因為我又一直手空著 我就很想去牽別人 這個時候 它本來我們身體如果有足夠 比如說你吃的抗氧化會很多 它就跟它牽手就走掉了 所以就不會去傷害到別人 可是你身體都不吃蔬菜水果 也沒有這些抗氧化成分的時候 這空手怎麼辦 它反而去攻擊到你正常的細胞 正常的細胞被攻擊之後 它可能在重組或分裂過程產生 變化的時候 它就變成 所以就是你不能讓這些空手的 自由基 閒閒在街上亂晃 你必須要 第一 第二就是我剛剛講 你可能要一些抗氧化的東西 把它來勾走 你趕走 那也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自由基的產生 第一 那就是身體怎麼會有自由基呢 第一,其實我們正常的 新陳代謝的過程裡面 就會產生 因為我們新陳代謝 有時候本來就是一些氧化的過程 它自己會產生 所以它如果量不超過的話 本來我們自己有一些 包括這些營養素 它是可以 不會太過量的時候 它是可以維持身體的機能運作的 可是擔心的就是 你看營養不均衡 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 第二個... 哪裡就不夠 對,第二個就是防禦外來病菌 所以自由基要有 不能完全沒有 比如說當我們病菌來的時候 我們的白血球 怎麼樣去殺那個病菌 它利用的也是自由基 所以我剛剛說為什麼說 自由基不能太多 你看它都能殺病菌 它當然也會傷害你的細胞 如果你太多的話 好完美,這好難哦 對,所以要剛剛好 第三個部分 現代人最麻煩 叫做環境影響 怎麼說 有些人說 紫外線一照射下 你的皮膚為什麼會容易長斑點 為什麼會有皺紋 其實也是一個自由基的產生過程 造成的損傷 第二個 現在PM2.5空氣很差對不對 我呼吸到這些含有粉塵 或微粒的東西進來 自由基又產生了 第三,你剛才說晚睡對不對 還有壓力大對不對 這個時候身體也會過量產生自由基 所以你會發現現代人臭一臭 剛好你的身體裡面 大概自由基都在到處游著 還有... 天啊 自由基太多是不好的嘛 當然是不好 好,我們要怎麼樣 減少自由基的產生 怎麼做 簡單說嘛 我們游泳運動 游泳運動還好 我們還做得到 游泳慢走也好 游泳 游泳是最好的 最好的 尤泳,尤泳不傷害你的骨骼 多吃水果跟蔬菜 多適量吃一些海鮮 也不要過量 因為過量有些尿酸 痛風指數會拉高 也不行 最重要就我們剛剛講的 叫高抗氧化物的 這個就要非常多了 所以你可以多吃水果跟蔬菜 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些人的體質還是要看 他就是糖尿病的人 他就血糖偏高 他怎麼吃這些高含量糖的東西 甚至有些人的體質 就不適合吃 水果的甜也不行哦 也不行,也太甜了 譬如你也不行 有的是過冷哦 有的是過濕哦 你也不吃喝 對,所以就是你要去平衡這個問題 請問SOD的關鍵作用是... SOD就是好的檢查 好的 就是把單身公害帶走的那一個 對啊 你就把正電跟負電的原理 搞清楚 這個怎麼來 怎麼來 可以抗個手的自由機抗到 一個我們可以從蔬果來 蔬果 蔬果來 它對我們的好處 對 看一下 蔬果來 這時候它可以增強你的免疫系統 然後讓你的血管比較容易老化 所以其實自由機會影響很多很多 包括像剛剛蘇瑩姐的PM2.5 它會進到你的血管 可能造成血管硬化 進到不好的細胞就變成腫瘤 癌症 甚至腦血管病變都會有 還有防止細胞的病變 包括延緩皮膚的老化 這都是很關鍵的重點 所以有人很容易衰老 是為什麼 其實就是可能 自由機大量的產生 容易生氣 療分就走出來 所以多了一下 有好處 還有就是你要消除你體內的 這些自由機 還有降低癌症 尤其像在做化療過程的副作用 因為SOD會帶給你好的養分以外 它可以幫助你把不好的產生的 像你在做化療過程中 它不會是好的 化療絕對是個毒物 那你要怎麼補充給自己強的 一個體質 那就是最好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SOD絕對不能有 請問SOD會有嗎 SOD會有 如果我們今天給你介紹這個 這個水果最特別 這是什麼水果 剪掉了一顆一顆 對啊 這是什麼 這不是水果還是什麼 這個很特別哦 這個我研究好久 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都知道中癌症有 要吃什麼 要吃一顆水果 大溪地 它是一個環境非常不好的 那些都原住民有沒有 但是你看它的體質 一個比一個更用 然後在美國人家 總統的醫療顧問 他就研究出來 它裡面有 水果裡面它最高 諾栗果 這個哦 但是諾栗果很燥 跟水果放得炒上去 炒上去炒上去 那種就對了 所以那種味道不夠甜 吞下去呢 你會覺得很刺 很刺 那記得 但是你們大家都忘記這件事 有刺的水果 會臭的水果 其實它是最好的水果 它營養素會非常高 所以榴槤對什麼 膝蓋的那個女生有沒有 它非常好 那榴槤是要裡面的果肉吃 這個吃的人是什麼 這個水果是... 你如果這是... 咬嚼 小小的咬嚼 臉皮這樣嗎 臉皮可以咬嚼吞 這個很好 現在我們品嘗看 現在我們兩個品嘗看 我們品嘗看 我們品嘗看 我閉眼睛可以嗎 可以,閉眼睛 來,這個... 好,可以 有絲嗎 這個... 那個是怪的味道 我沒聽 這個要不太炒 這個要放在哪裡 它還不夠 這個... 我跟你講 不是水果什麼 這個臭膝蓋的 臭膝蓋的味道 臭膝蓋的又是燙燙的運動 那種炒啦 那種炒 但是很好 我找了好久研究這個糯粒很久 大溪地它真的就特別臭 這算是小力... 這是台灣農委慧林市所的技術品種 在屏東、高雄、台灣 這個緯度 剛好跟大溪地的緯度差不多 所以剛好適合種出 這樣一個品種出來的糯粒果 目前這個就台灣之光 在台灣有七個有機農場 有機農場 那更厲害是他們為了研究這個臭味 把它拿掉有沒有 因為沒人跟他吃 對啊 這個要你拿錢 請你吃喝喝 他把這個臭味 他跟東海大學 農... 所謂他們農學院的院長合作 你脫臭 對,請他發酵技術如何... 我光聽到說 他為了脫臭這個技術 花了八年的時間 一直研究怎麼 如何把那個臭味拿掉 不過沒有人感動它 因為你要把這個臭味拿掉 你又不能把營養流失掉 你不能用研瘦 不能用研瘦 這就是技術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 所謂的叫動筋技術 而且更厲害的是 它把這個糯粒果跟鳳梨 蜜燒火 用天然的水果跟蜜燒火 用鳳梨的甜 來把這個糯粒會產生不好的氣味 脫臭掉 因為還帶一點點 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沒有 但是蜜起來就完全沒有 就不會像燒熱 對,不會像燒熱 還有點燒熱,鳳梨香 有 因為每次打生肌果汁 只要加了鳳梨 你就覺得好喝了 所以打生肌果汁 一定要加兩種東西 一個叫鳳梨跟蘋果 對,蘋果 對 然後還有它跟像檸檬 因為像鳳梨 它認為因為台灣腸胃道太多了 所以腸胃道的問題 這個所謂的死到癌也好 大腸癌 怕死人 這個跟肺癌差不多 所以怕死人 所以都飲食 暴飲暴食的問題產生 還有鳳梨 那個檸檬 檸檬就是強化你的鹼性體質 這個是應該這樣吃 還是辣辣的 來,很簡單 它做成動筋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 它這樣一包一包 一包一包 我給大家看一看 也方便吃 方便吃 因為你可以直接吃 但是檸檬,我坦白說 你如果不敢吃酸的 你就分幾次淺嘗就好了 你如果說像檸檬 這個鳳梨有沒有 檸檬就不敢直接吃嘛 鳳梨它就帶水果甜 非常好吃 小朋友把它當糖 把它當糖 鳳梨就真的不會... 它是一個 所以它出來 它的顆粒非常的漂亮 一個冷凍之後把它乾燥 把這個粉磨下來 然後這時候 鳳梨它完全不會讓你 不舒服的刺激到 它其實很像我們做的鳳梨冰 有沒有 我們會把鳳梨去熬煮 有沒有 它很像那個味道 鳳梨出口那種 對 真的就是鳳梨耶 真的沒有那個可怕的那個... 而且你放在手上 沒有可怕味道 它的SOD含量特別高 它這一包有多少SOD 為什麼 放手上 你倒出來 不要先不要動它 大概差不多一分鐘、兩分鐘 它就 它的SOD含量高 含量非常高 所以它跟空氣中 這個水分也馬上就接觸 那你的意思是 大概都這樣放 很久一點再吃 還是直接倒進去 直接倒進去就可以了 還是泡水也OK 泡水也可以 真的掉不下來 對啊 所以它的活性非常高 它一包有多少 活性 三十二彎的SOD 果然是愉快 三十二彎的SOD 很多人都喜歡吃... 很多喝那個酵素有沒有 但是不知道 它的關鍵點是什麼 就是要它的活性酵素 所以當你SOD越高的話 為什麼剛剛有那個泡泡 來,這個就是它的活性 當它活性越高 它那個氣泡一直出來 它不是碳酸哦 然後你把它攪拌開之後 你會看到 滿滿整備的纖維 這個一包 等一下多少你知道嗎 裡面好像有纖維 十顆的諾栗果 跟四顆的鳳梨 所濃縮、動筋出來的 不要小看這樣一包、一杯 所以等於說 你就吃了四顆鳳梨的纖維 所以如果腸胃到 你本身不好的 容易有素變的 常常逼著的 你一天喝個兩包 水的溫度 對啊 沒關係 它可以耐多少 它可以耐一百度的水 可以,熱水 因為有些人是說 如果你胖的話 一百度的熱水 它最高高到一百二十五度 然後五分鐘之內不會破壞它 還有很多人有胃酸的問題 人家說吃下去 胃酸會分解嘛 它可以在 這個就是酵素 在技術上面的厲害 科技的進步 所以你也不用 一定要吃吃 對 要喝的 你們把我們調配到 OK 這樣 對我們還不錯 有幫助 在大家做參考 我們要多愛自己 我們才有這個能力 再去愛別人 好不好 今天非常謝謝你們光臨 謝謝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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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